好那 接下來的話我們來看一下那個 第2類了 所以已經 又要再更難一點 那當然正照考試Level1 只有考123類 比較比較簡單一些些 那如果你覺得123類還是太簡單 沒關係 還有第4第5類 你如果可以把這 第4第5類都練熟的話 我相信你對以SEO應該有一個比較全面的了解啦 不是說好像是懂非懂 但如果你覺得還不夠的話 我建議 其實可以再去了解所謂的那個 程式的部分 比如說你要錄製聚集 有沒有像以SEO裡面你每天重複做的事情 其實你可以把它錄下來變成聚集 它會自己幫你寫程式 OK那你可以 錄下來之後你可以再執行它的話 可以反覆不用做重複的事情 那再來可能就是程式啦 難度越來越高了 一步一步的 那我們先從比較 比較簡單的 像再來第2類 這個資料編修 跟列印能力 那以202這一題來看 202它這一題 叫什麼 快樂小學學生名測 顧名思義啦 它將來就是要把這個名測給列印出去 然後它這個題目說明 它說快樂小學考慮目前學童均有 這個什麼 過胖問題 它做一個檢測啦 然後它這邊有一個什麼 叫中華民國的營養學會使用的一個公式 男生跟女生是不一樣的 所以它這個地方的話 第一個 它就是將來會 資料裡面有分男女 男女的話呢 男生有男生的標準 差別應該只有在這個地方 身高減體重指標 後面的話呢 男生是乘以 百分之七十 女生的話是乘以百分之六十 OK 然後 計算 那並且要顯示 應該是要增胖還是要 減肥啦 OK 那底下的話存檔是一樣的 最後一樣是存成EXA 02 那我們一個一個來看 這一題的話理論上總共有幾道題 總共的話有六個題目 那最後還是要把它列印出來 而且呢 有考到一個就定義名稱的部分 也就是你 假設你將來要列印的範圍 你可以先給個名稱 然後將來呢 就只列印那個範圍就可以了 那並且呢 還有指定就是那個所謂的標題列 那所謂的標題列應該知道吧 就是列印的時候 第一頁上面有欄位名稱 第二頁也要有 每一頁都要有的時候 那這個地方一定要有標題列 我發現有一些人真的不會 所以資料裡面 欄位名稱只有第一頁有 第二頁以後都沒有欄位名稱 就看了就很 很瞎的一個資料 OK啊 當然 那這一題就是考你會不會啦 其實應該大部分都應該會沒問題 那首先的話我們來看一下第一題 依據性別 在儲存格 H7到 H6 11 計算那個標準體重 然後它裡面有幾個要求 要run up 然後if 所以這兩個一定要有 然後呢 無條件禁位啦 反正run up就是 反正你點1也禁位 點2也禁位啦 反正一定要 而且要取到整數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地方 所以一樣請各位呢 先幫我開啟那個練習題 202的部分 打開 那接下來的話呢 游標先放在那個H7 標準體重 這是我們要計算的 所以計算的公式的話呢 這個地方當然有分成性別 如果你這個性別等於男的話 那就是 這個 身高前 那個什麼 這個指標 然後最後把這個 結果給計算 如果反之女生就有另外的公式 那計算的方法 當然我們要先把那個標準體重先算出來 所以呢 第一個 我們來看一下if 所以我們先用if 最後才去包那個run up 所以第一個的話呢 我習慣是游標先放在H7 然後呢 在上方按下插入函數的時候 找到if啦 當然或者你在邏輯裡面也可以找到 if啦 反正這個一樣 只要if 按確定 那接下來的話給個條件 什麼條件 如果 如果什麼條件呢 就是 他的 性別 如果等於什麼呢 等於男生的話 當然啦 理論上 我們 直接打那個雙引號 男 可是問題 這個考試因為它上面已經有一個男 有沒有 所以其實我們可以直接從 F3去取得這個資料 所以呢 男我就不打 我直接 從那個F3取這個資料 F3點一下 但是特別注意 因為這個F3的這個儲存格位置 將來 我們除了公式做完之後 會向下填滿 所以如果向下填滿的話 其實理論上呢 我們 需要鎖定的應該是鎖什麼 向下 如果我希望將來那個F3不會變F4的話 那記得跟剛剛一樣 我們有做過練習 記得在3的前面加一個錢的符號 OK 那理論上你說老師那需不需要在F的前面加錢的符號呢 其實理論上不用啦 因為我們 等一下並不會向右填滿 所以如果你只需要向下填滿 不要去增加列號的話 其實只要鎖3 OK 鎖3 好 那如果這個條件為初的時候呢 那表示他是男生 那男生的標準是什麼呢 男生的標準是 這邊有寫嘛 他說男生的標準 他的公司是什麼 這邊有 身高 減掉什麼 標準體重指標 所以我給他 身高 他的身高在這裡 減掉 他的指標在這裡 記得要先刮斧起來 因為 這個要先算完 算完之後的話 在 乘上多少 乘上 70% 用0.7好了 那女生的話呢 把它複製一下 我拿這個來改比較快一點 就是 他這個 一樣是身高 所以一樣是F7 然後呢這個 指標的部分的話 當然這個地方就要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7 這個指標是70 然後乘上多少 乘上0.6 OK 好 這樣應該理論上 有沒有 如果他等於男的 OK 為True 就是這一個 反之就是這一個 但是你們也要考慮到一個問題 等一下這個公司按確定之後的話 一樣要向下填滿 所以呢 你要看說哪些地方向下填滿不能讓他變動位置 所以這個 這兩個一定也不能變動 所以記得 請你在哪裡呢 在 G3的 3前面加上前的符號 在 G4的4前面加前的符號 這樣就OK了 那你說G要不要加 其實也要是我啦 其實 你加跟不加結果都對 但是只是說你G前面加好像有點不太合理 因為我根本不需要 需要去 鎖住他 所以我多加 好像我 像我是 不會多加啦 反正我一定比較精確一點 OK 所以特別注意 這邊要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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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按確定 好那你可以看到這邊一個標準體重 把他向下填滿快點兩下 這樣就OK了 那 標準體重有了之後呢 增減體重呢 其實也會顯示出來 那接下來的話當然就是算他的那個 標準體重 那 增減體重的話就是標準體重減掉他的體重 不過好像漏掉一個 run up 那無條件 如果我希望呢 無條件進位的話 那很簡單 直接在等號的後面 點一下 那 我希望再加run up 很簡單 我習慣是直接在這邊插入一個函數 所以直接打一個 RO就可以了 OK 大概打RO就會出現run up 所以呢 我打RO之後 會出現run up之後 快點兩下 他會出現run up前括弧 那我在後面 因為要取到整數嘛 所以再增加逗點 豆點什麼 豆點零 零的話是整數喔 1的話是取到小正的第一位 2的話是第二位啦 因為我要整數啦 所以是零 豆點零 後括弧 這樣的話呢 理論上應該OK 把它打勾一下 那一樣呢 把它向下填滿 那你會發現喔 底下Ctrl是一樣 好像有一些數字 變大 是不是就要求你一定要減肥 OK 我不知道啦 所以呢 這個做完之後的話 最後呢 增加體重呢 我們就可以把它算出 增加體重 他這邊有公式嘛 就標準體重減掉體重 所以就是標準體重這個欄位 所以等號等於 然後標準體重嘛 減掉他的體重 按個打勾 應該 就出現 向下填滿 好 但是你會發現喔 這個增加體重這個欄位有點怪怪的 這完全看不出來 因為像有些是要 增胖的話 他應該是正數 可是要減肥的可能是負的 可是他負的他前面就是 減號 所以減號跟負的 基本上看不出來 然後另外他還有要求一個啦 如果他剛好是 也不需要減 也不需要增 假設他裡面是零 零的話比如說像這個 這個人 他是零 然後 他這個題目就希望說顯示完美 完美身材的樣子 OK 可是問題來了 這個地方我要怎麼樣 讓這個格式看起來 更 容易辨識 不然的話有些是正有些負的混在一起了 另外呢 有那個完全不用減肥的 OK看起來就是 體態 就是很好的 OK 把它凸顯出來要怎麼做 請各位試試看 所以剛剛主要是 針對那個題目要求 我們利用了if OK if加run up 這兩個函數 那沒問題 然後呢 再去計算他的真點 待會 題目裡面有一個比較麻煩的地方 就是怎麼樣把這邊做格式化 他這個格式化 你們可能自己再稍微看一下 他這個格式 還蠻特別的 我想這一題 最 應該算是最難的吧 應該算是最特別的 就是說呢 你可以制定格式 在 第四題部分 請各位先試試看 待會我們再來看後面的部分 先做到應該剛剛做到的是第1跟第2而已 8 3 3 7 9 11 8 5 5 5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